中華電信經由否認提供販賣客戶資料 但現在爆出警示提供私公司對釋放電信提供 會覺得您是哪些專用的方式來監控人員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有關王毅全所提到的手機監控的資料 到目前為止 第一個當然是有關檢方還在偵查中 另外我也希望NCC要做行政調查 因為釋放電信是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那第一他到底可不可以取得中華電信相關的這些個資 這是大有問題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中華電信裡面安插了一些重庸的位置 都是一片綠油油 而且很多都是民進黨的各派系的人士 比如釋放電信的董事長也是一樣 那所以不禁會讓人質疑 那麼這些民進黨的人士把這些他們相關的派系的要角 安插到中華電信之後 會不會就近去得到一些資料 然後專門提供給民進黨 這或許也就可以去解釋 為什麼民進黨可以取得這些資料 但是一般的民間公司卻沒有辦法取得這些資料 所以第一個NCC一定要立刻的展開行政調查 不要再用什麼釋放電信啊 中華電信說否認啊 就用這種方式來呼嚨大家來堂塞大家 今天呢 屈小姐今天有爆料講的內容直出 他們在527的時候 那民進黨高層呢其實是有開會 然後其中還有民進黨的這個 數位部的執行長 就是哪一份資料 然後呢就是四方彥訓的這個交叉比對 這樣那是不是跟之前崔少傑的爆料是有不謀而無這樣 對因為我先前已經早就提及過了 當時在2021年的時候就是由吳彥宏帶著我們講的 李承偉 中華電信的前大數據總監 去拜會賴清德總提供這個疫調系統 就是你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從頭到尾其實吳彥宏才是整個核心的主角 所以訪問幾件事喔 到底民進黨 現在要說清楚講明白 在527當天上午 是不是有召開這樣子的會議 而由詹赫順 也就是他們就是所謂的翠的這種推手 他們的網路推手 等於是他們的網軍頭子 來去提供這份報告 口頭陳述這份報告 包括四方電訊所針對524的青鳥行動 進行輿情分析 其中談到了包括所謂的小草 包括所謂的太陽花 跟519甚至是1月12號民進黨的選見 做一個比對 因為這個四方電訊吳彥宏 他過去一直以來都是新潮流中的核心要角 他曾經是所謂的洪錡昌的助理 那不只是洪錡昌的助理 他還包括在2018年 甚至是在2019年 分別提供了賴清德現在的總統 當時台南市政府輿情分析報告 以及蔡英文 在2019年總統大選期間的輿情分析報告 這個都是有憑有去有金流的 但當時他明明是作為中華電視子公司 四方電訊 掌管的業務是什麼 IDC機訪 你是一個管機訪的人 你怎麼有辦法提供輿情報告 提供分析報告 這個叫做監守制度 等於是你求援監裁判 你只負責管這些機訪 管這些資訊 你憑什麼提供這樣的一個資料 而且不只是如此 你跟我們講的吳彥宏跟李承偉 資金的關係是什麼 會不會最後我們整個疫調的系統 其實他的前身就是所謂的 輿情的監控系統 因為如果到現在為止 即被NCC再三強調已經廢除了 疫調系統沒有再用了 但527當天 這份報告還是產出了 還是有持續在做這件事情 那事情就大了 因為這個試射到的不只是監控 而是說你到底監控了多少年 這件事情到底做了多久 你到底侵犯人民多少權利 不管是中華電信 或者是四方都要說清楚想明白 其實主要就是在5月27號的時候 民進黨新媒體的中心的主任 然後詹賀順他提供了四方電信 也就是中華電信子公司的data 給他們去進行資料的分析跟參考 所以王毅川才會在下午的 爭論節目的時候怎麼說 我覺得中華電信剛剛就刻意在打電話上 完全就是啊 那一下問他這個講的 他其實你回去聽他所說的 他講的在兩三分鐘的時間裡面 換了四五種的講法 所以中華電信他們不斷的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會販售也不會提供資料 給政治人物跟特定政黨 可是他們子公司管不到 當中華電信把所有客戶的資料 是傳到IDC機房 也就是他的子公司 唯一一家叫做四方電信的時候 那四方電信裡面所有的data 是不是他們可以自己撈 那所以說過去 我們一直追的是中華電信 結果原來問題的癥結點 就在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北檢呢上個禮拜把王毅川 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列為被告 那他呢用他治安被告身份傳喚到庭說明 王毅川呢他說他有資料 那這個事情引起國家的軒然大破 是因為竟然有辦法 我們上個禮拜有討論過 竟然有辦法透過所謂的資料分析 去監控不同場合 四個場合的不同的年齡層 還可以區分出他的政黨傾向 這個是讓大家都感到很意外 那今天呢我們經過包含是爆料人齁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我們就發現呢 其實實際上這件事情是在 民進黨5月27號的黨政主管會議上面 那參與的高層呢 包含了民進黨的代理秘書長 兩位副秘書長 還有呢王毅川執行長 以及民進黨新媒體中心主任詹賀順 他用口頭報告的方式 拿出了一份四方電訊的報告來做相關的交叉比對 這與王毅川他所說的道庭說明說 有資料不謀而合 而我在先前呢有詢問過 是不是5月27號民進黨有開這樣的會議的時候呢 他只說尊重司法調查並不願意回答 那好 我們看下一張喔 那我們就發現說所謂的這個四方電訊呢 等一下可以讓大家有回答的時間 四方電訊的董事長叫做吳彥宏 在2016年開始的時候 中華電訊就被很多的新聞媒體報導 整個我們的中華電訊的子公司 裡面有不少的酬庸背景 最為人知的應該是賴靖林董事長 可是呢 我們今天談的是 四方電訊的董事長吳彥宏 那他是賴清德總統的親信媒體的報導 以及呢 新潮流洪啟昌的親信 那他的資歷呢 都是一直跟著這些 新潮流的一些相關政治人物來走的 包含是什麼呢 他是在這個海基會的時候 洪啟昌也是海基會的這個董事長 那我們從他的捐款政治現金記錄裡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他跟民進黨的關係 那他們這家公司呢 也是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很快速的時間裡面就翻倍成長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甚至連他們在做新的機房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都有去剪裁 那他呢 我們看到的事情是 包含董事長 是過去殷生科技的負責人吳彥宏 以及他們的副總經理裡面有 曾經擔任過刑事警察局偵查隊大隊長的 再來呢 他們跟政府的合作 包含前瞻基礎建設的總金額呢 這個不是四方電訊的總金額 是我們看到前瞻基礎建設的總金額 一共累計38.27億 好 那我們呢 就詢問了一下中華電信 等一下給中華電信回答的時間 那中華電信 請問 你們是不是曾經說過 不會販售任何的資料給政治人物或政黨 麻煩回答一下 包含是 是對不對 那請問你們的子公司或合作企業 那能夠取得中華電信 數據的也一樣不會販售 相關的資料給包含是政治人物跟政黨嗎 包含子公司的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法案公司 但是他如果是你們的伺服器廠商 接收了中華電信相關的訊息 我們的個資傳到了這個子公司裡面 也可以販售嗎 沒有販售這個問題 我們對相關 會 會接觸嗎 我們對相關 你們有掌握嗎 有 我們對相關人員 對這些資料的那個取得 對相關人員能夠 尤其是系統人員 都有一定的管理 OK 有一定的管理嘛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中華電信的資料 傳到了伺服器裡面 那這些伺服器裡面的資料 子公司可以提供或者販售給政治人物或政黨嗎 子公司的人員不應該取得這些資料 不應該取得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在整個這些資料跟資料管理的部分 包括人員都有一定的管理程序 那我們中華電信 我們看下一張 我就詢問了一下 就是關於呢 這個中華電信的關係企業裡面 有哪一些有電信機房或是雲端機房 而且跟我們國內的電信業者合作 相關的公司名稱 結果得到的答案只有一家 你們跟四方電信主要的合作業務是 寬屏電路以及IDC機房等基礎設施的租賃 請問是不是有這件事 是 好 是有這件事情嘛 來 我們看一下你們的子公司是怎麼樣 跟民進黨來做合作的 來 下一張 四方電信 她跟蔡英文 蔡總統 從民國105年開始 109年都有 我這邊字比較小 但是你們的板子上應該可以看到 四方電信跟蔡英文總統在選舉期間 她的支出是什麼 她們的合作關係是什麼 我唸支出用途給大家聽喔 數據費用 數據分析 分析數據費 輿情分析費用 輿情監測 所以我想問一下中華電信喔 當我們合作的子公司 我們的機房 我們的伺服器 裡面的內容是可以出售給特定的政治人物 來做數據分析 輿情分析 輿情監測的嗎 這個 包委員 我想 四方的她本身是獨立的公司 所以她相關的運作還是要依據法規 要依據法規 是 但是你們的資料如果到了四方 你們有合作關係吧 四方本身 你們有沒有合作關係 有 那你們的合作關係是什麼 如同委員的資料主要是在IDC 這方面跟上網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它就是資料中心 資料中心 所以中華電信會把資料儲存在 四方電訊 並不是說中華電信的資料 這個是客戶本身 客戶本身 客戶的資料會被儲存在 四方電訊的IDC主機 可能要看業務別的部分 那我就問你們嘛 那是你們的子公司嘛 中華電信有沒有資料 是儲存在IDC機房裡面的 是民眾的資料有沒有被儲存在 四方電信的IDC機房裡面嗎 沒有 沒有 那你說 IDC的合作是在哪裡合作的 IDC的業務可能有些企業 是寬頻電路跟IDC機房基礎設施租用租賃 但是我講到現在 你說不清楚你們的合作細節是什麼 電路的部分就是揭取 IDC機房的部分 客戶是客戶他要發 客戶是誰 客戶是誰 這個客戶的部分的 中華電信不就是客戶嗎 中華電信不是IDC 不是我說 不是釋放IDC機房的客戶 我們是跟四方合作在IDC租賃的部分 按照客戶的需求 跟他對這個揭取電路的要求 那可能是使用我們中華電信本身的IDC機房 也可能是由四方的IDC機房來提供服務 提供什麼服務 一樣是就是主機的這個 主機的什麼 所以你剛剛其實也談到了嘛 就是說我們會好 我們看下一張 在這個電信幫的部分 其實先前就已經有人指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這是媒體人張雨萱的臉書 那我們把它提出來 他當時就講了 2019年李承偉呢 因為個人私得爭議被轉調 2021年呢 李承偉還是可以跟他的親信吳彥宏 共同見面當時的賴副總統 然後呢 當時就提到了所謂的疫調系統 跟這次王毅川比對的相關風暴 是有關聯性的 那後續還有一份所謂的陳宗艷辦理的簽名記錄 裡面寫著陳宗艷李懷仁郭水毅 對我想各個電信公司 他有相關的一個資訊 假如說有外流的話 我想都要依照國家的法令來處理 那重點就在於說 他們違反法律的一些要件 好 有沒有違反法律的要件嗎 可是問題是今天中華電信講不清楚啊 中華電信告訴我們說 他們不會販售資料 不會販售資料 也不會有輿情分析給政治人物 跟這個特定政黨 可是他們的子公司有啊 我們可以上四方電信的網站上去看 他們沒有任何一個業務叫做數據費用 數據分析 輿情分析 都沒有 他們不是做這個的嘛 他們是做IDC機房的嘛 就像剛才我們的這個中華電信所說的那樣 那為什麼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會在選舉期間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合作關聯性 中華電信有沒有打算要對四方電訊進行調查 了解他們是否有 撈個資的問題 免費撈個資 然後提供給民進黨 這樣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要去了解 我想那個四方電信是集團裡面的這個子公司 那委員所詢的事項我們會去做了解 好 那最後不好意思請一下法務部 那個再麻煩給我30秒 問一下法務部 法務部這邊我想要問的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要申請要求要保全證據 避免相關人士滅證 那我這邊也會再向檢察官提出書面的要求 好 是我想這個提出保全證據的請求 原則上呢應該是要以被害人提出告訴等等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被害人 那如果告發的話 那我想這個相關的檢察單位 會本於他的職責判斷來做處理 好 謝謝 好 謝謝